各位汽车世界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福斯集团公共事务处的经理黄南轩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介绍我们在戏指训练中心所开幕的移动中心 这个移动中心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将我们在集团上面 未来在推动电动车发展在台湾市场的一个计划的分享 那基本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我们今天第一次将 Audi E-Tron这辆车在所有的媒体朋友面前第一次的接触 那其实Audi E-Tron未来就会是我们集团在台湾第一辆引进的 全电动的电动车款 那基本上它所代表的意义不只是一台电动车 事实上它是一台真正由一个车厂所制造出来的电动车 不管是在外观的设计到内装的质感 以及未来大家也许可以试到就是它的驾驶的感觉 各方面其实基本上它就是一台Audi 那其实在这个最主要我们为什么要引进电动车的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我们当然是为了要达到在全球在碳中和排放目标 在2050年的时候我们福斯集团希望能够在所有的制程上面达到碳中和的这个目标 那也在目前的状况来讲我们台湾的市场里面当然也有很多空腹的问题 我们会陆续的引进这些电动化的产品电动车的产品 不管从Audi品牌从福斯品牌到Skoda品牌 我们都会陆续的提供各种不同的电动车 从SUV从这个到小型车或者是到这种Coupé的产品 都会来带给台湾的消费者 那希望接下来的几年我们可以很快的能够看到政府相关单位 以及这个产业链相关的一些厂商能够一起来推动这个电动车发展 在台湾及早的实现 然后一起能够为我们的这个环境做一些努力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